Hello,大家好 我是喜歡香草 在田園生活的尼克 那我開著我的小灰 我的車車呢 要進行五歲生日 車子要滿五年了 那剛好要去那個屏東的草丑 參加香草的活動 結果計劃感不上變化 我在那個新竹這邊就遇到了 有前方有事故大塞車 所以我就只好在湖口這個休息站 先下來這邊等塞車一下 前面就是湖口服務區 去用個餐吧 正要走進去的時候 旁邊這個我從沒注意到 休息區旁邊還有這麼可愛的 這個小火車 有沒有這小火車湖口站 玩一次30元 挺有趣的 小朋友應該很喜歡 火車要開囉 六輪座的位置 有用隔板一個一個隔開來 好迷你哦 我點了雞肉套餐 吃飽飯了 不曉得還有沒有塞車 剛好從後門出來 哇 你看休息站也有這麼漂亮的公園 你看看得出來的有一定的歷史 因為你看樹都這麼大棵了 有沒有 你看哇 韓大棵我最愛的張樹 為什麼喜歡張樹 是因為啊 張樹他會透光進來 然後是帶一點翠綠色 剛才在那個湖口休息區好像就注定的這一次長途旅程會是一個休息區之旅 我現在到了下一個泰安服務區 科技燕窩 喝起來有點像洛神 顏色有點像洛神 有點像果醋的味道 有個泰安公園耶 在上面 幾乎不會有人來這裡 大家都是來尿尿跟買一些東西補給一下 這階梯有一點中國的感覺 因為你看上面的很像供電哦 懷德閣 到了西羅服務區這邊寫友誼永存 我在湖口吃午餐 然後在那個泰安買了飲料 那來西羅買特產好了 然後帶回家 我就買了這些醬油 這個新營服務區 這邊新營也有小火車哦 嘿 我已經到了主辦單位幫忙訂的民宿了 那我到潮州了 那剛剛五點的時候想說到台南要換到那個 南二高 那還有一段聚乘到潮州 所以後續的這個休息站我就沒有再進去了 那到了剛剛我就到那個主辦單位的那個現場去看了一下片尾有一段 就是我今天彭婚的時候拍的片段 那今天一整天開了那個300多公里的車程 那跟著我的小灰去行走台灣的這個西半部 經過了一夜的休息 我現在元氣滿滿了 今天來到潮州參加香草生活市集 然後在這個走廊的兩側啊都有不同的攤位 那我教室在裡面 我受邀來做一個香草吃喝歡樂的課程 一開始我先介紹了香草的定義 香草是有香味又能夠融入生活當中的植物 接下來的上課內容我就快轉啦 主要是我分享了六個香草栽培的主要技巧 另外還有香草吃喝歡樂的一些心得 最後大家來一張團體大合照一起相聚 這是從停車場看過去生活市集的樣子 哇很多人潮都來看這裡的一些市集的擺設 攤位很多 有一些多肉植物的攤位 香氛蠟燭這個很可愛 現場還有一個長設的展覽館 這裡是那個潮州歷史建築文化園區 兩個匾額很特別 這個公仔有可能是代言人哦 那結束了今天的這個活動啊 我即將要離開屏東潮州了 我後來決定就是中間線夜宿在抖六 雲林的抖六 我來抖六住一晚 順便開箱這個小飯店 有日本飯店的Fu哦 很簡單 嗨我是尼克 今天臨時住在抖六 小而美 而且有一種像到日本的飯店的感覺 剛有的都有 但是小小一間 你看 這迷你爸你看 雖然是台灣的小飯店 可是你看迷你爸 這還透明的 然後 杯具在這裡 薄朗奶茶 這個不錯喝 然後杯子 我自己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他怎麼在二樓 感覺會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很吵 也不錯啦 我住在一個那個風景名勝 近一點 大家看一下這個圓環 讓我太驚喜了 現在是一個小飯店 可是他的視野很好 還看得到圓環的水舞 好漂亮哦 哇這家藥局的門口好花俏哦 看到有好多好多的公仔在裡面哦 那聽說這是走六輪的急診藥局 近一點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多熱鬧啊 哦吃宵夜 那我在圓環附近啊 也蠻多吃的 這一個是熱炒店 我看是整個區域最熱鬧的地方 再來是康四美 我覺得哦 比台北大好多哦 那這個旁邊還有一斗六火車站 人來人往的 這裡還有一個海哥台味小吃 那我看上次這一個青州小菜 老闆娘酷酷的哦 後來我選了這個粥 那是自己隨便夾 他用目測算價錢 那這是大碗粥 這樣是85元 哦躺在床上休息了 他這個地板 他並不是正方形或長方形的 這種不規則有點扇形的 有點窩的感覺很舒服啊 就像一個小窩 窩在裡面可以好好的休息 回台北的最後一個服務區 進來很特別 居然是有鞋子 你看有這個可以逛街的賣場 除了一般的休息區的那個餐飲部 還有賣場 那下美食街在這個地方 哦這裡還有一個運動的地方 這個他寫智能樂活超市 哎這台機器很好玩 然後買這個麵 然後在這裡自己操作煮出來 一樣耶 你看在這個服務區的後面 也是有一個公園 你看公園的樹真的也是變成超大樹了 那我記得這個是中山高是那個 十大建設之一 在這些大樹當中有一個聚落 這幾棵是叫做珊瑚刺童 他的花很漂亮 我們欣賞一下他的花 你看他是蝶芹花 然後可中年可見的珊瑚刺童 在我的印象當中啊 桃園市政府是非常重視食農教育 結果你看在這個 那個休息區的這個公園裡面 也出現了一個食用花園 Ederball Garden 他你看種芋頭 然後地瓜葉 然後後面是紫色地瓜葉 然後中間那個細細葉子的是那個什麼呢 蘆筍 然後你看這邊有瓜類 我們走進這個絲瓜的這個隧道 棚架裡面 哇在光影這樣子很漂亮 哇正前方感覺是檸檬香茅對不對 哇你看 這個是檸檬香茅 在中央公園台中有這個 然後原來在中立休息區有一重這個檸檬草 叫檸檬香茅 剛剛的那個蘆筍細看是這樣子 庇頭的旁邊有口渴的紫蘇 在棚架的那個入口支柱下方啊 會看到有一顆這個蝶豆花 我們來欣賞他花的樣子 這個是蟲瓣的蝶豆花 今天是9月19號啊 那最近也是金針花在花東開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最近有地震 那希望大家都平安無事 那仙草也金針花也代表著母親之花 那也希望所有的媽媽們都能夠平安快樂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哦 拜拜 請下到小鈴鐺 再來 我可以找到小鈴鐺 在小鈴鐺 你說 那你怎麼 hac 我根本就是 被聽到這個 還是 你怎麼 我 我